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报道 七国集团声明一致反对川普钢铝高关税 七国集团在加拿大滑雪胜地惠斯勒发表声明表示 他们一致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加征钢铝关税 七国财长促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向川普转达他们的担忧 公报还写道 与会财长和行长将在魁北克夏洛瓦聚会时 继续讨论这一议题 下个星期在夏洛瓦会上决定 是否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 公报还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一个自由公平可预测的经济秩序 而重新建立起的合作伙伴关系应该是互惠互利的 加拿大财长莫诺表示 我和姆努钦关系很好 但是我还是要找机会向他表达我们强烈的立场 他们所做的并不具有建设性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 美国把加拿大视作安全威胁都是一种荒唐的想法 莫诺还表示 过去的两天在贸易理解上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加拿大财长还表示 从我们的角度看 美国采取的贸易立场没有建设性 在钢铝关税上把好商量的可能给堵死了 德国财长奥拉夫·夏尔茨 在与姆努钦举行单独会谈前告诉媒体记者 美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征收关税是一个错误 在我看来也是不合法的举措 我们有经由国际层面确立的清晰的规则可循 而美方的做法违反了这些规则 当今世界维护一个遵循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 才是正确做法 保护性关税不会带来繁荣 谁都不例外 法国财长勒美尔则表示 因为关税问题 美国财长姆努钦在今年的会议上被孤立 今年的会议就好像是六国集团再加上一个 与大家作对的美国 勒美尔还说 他会向姆努钦表明 美国征收高关税在法律上不可接受 政治上不公正 经济上很危险 德国财长还表示 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一定要避免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 同时也要避免七国集团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战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的口气婉转很多 他表示 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为政府间的谈判打下了基础 我相信未来的谈判可以预见 能够取得一些进展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